英语不好千万不要去补课 不管外面的补习班跟你说的多么天花乱坠 你都不用相信 因为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 就能把补习班几千几万的费用节省下来了 所以关键是你信任我 我把这个方法去落实 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班有个孩子原来考个70来分 后面考到全班第一 所以赶紧点个小爱心 转发给孩子看一看 不然刷着刷着以后找不到就太可惜了 其实英语是最简单的学科 只需要让孩子掌握一些答题公式就可以 我就拿英语阅读来说 很多孩子阅读经常扣分 家长让他盲目去刷题 你发现越刷孩子成绩越差 咱们知道数学也是有公式的 套上公式数学能考满分 你看一下英语这些答题公式 只要让孩子直接套用 他也能全对 比如考到时间借词就用 在五月就用 在八点钟就用 直接套用就可以完全不够分 提分立竿见影 小学到初中的英语公式 我担心家长们不会教也找不全 我已经把公式总结成了文档 大家可以在右下角打出 公式两个字 预约老师直播 我把资料全部发给你 孩子自己看一看就全部都懂了 我们下楼来 我们下楼来 男人都没得 Dios